你们昨天刚刚看我从美国拍回来的 BMW SM Video 今天就看到我在朗高位拍的这个全新一代 Toyota Vios 事件真的很赶 所以请大家忽略一下我的头发 因为这个海风很大 我的头发真的顾不到 OK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 这一个就是全新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大家应该期待很久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抢线试驾影片 来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好的地方 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相信不好的地方应该是最重要的 不过在影片的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首先关于这个全新的第四代 Toyota Vios 它有很多技术特点 原厂为了这款车特地把整个研发团队搬回去日本 所以这款车是日本研发的 并不是在东南亚的R&D中心 所以可以看到原厂对这款车的重视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上一代的平台太老旧了 所以这一代的车款上面呢 他们就换上了全新的 Toyota 平台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平台 但是官方讲这个是 Toyota 集团的平台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它 这个平台有什么特点 首先就是低重心 怎样的低法 它的车身离地高度只有138mm 所以可以看得出真的是很低很低很低 但是这个通过性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影响 可是操控表现是真的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可以看到车身是真的非常的低爱 整体很有这个Coupé的感觉 但是它会一定程度的压缩到车内的空间表现 第三点就是轴距的加长 上一代的车款轴距是2550mm 比 Proton Iris 还要小 但是这一代就放大到了 2620 基本上跟 Nissan Almera 是同级 比 Honda City 还要大一点点 所以车身的空间表现肯定会比起上一代的车型更大 接下来呢就是原厂也有表示 它的这个车身骨架的刚性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不管是你在对抗这个不平坦路面的震动 又或者是在碰撞的时候的安全性 它都有很大的提升 然后在外观设计的部分 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版本 全车系都配备了全LED的头灯主 顶级版本还有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另外呢下面这个孔力套件也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不管你是买到E还是买到G都拥有 另外呢可以看到它的车头基本上都是很平 就是一个垂直的设计 所有采用这个新平台的车款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些车款 都是采用这样子的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可能是出于对于行人的保护 如果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这个设计可以对行人产生一个比较合理的保护啦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蓝色真的很好看 在轮圈的部分 这个G版本采用的是17寸的轮圈 而且它的尺码很大 205 50 R17 205的胎宽可以让它有更多的接触面 所以操控表现肯定会好 但是这个轮胎的价格不便宜哦 原厂配备的是这个Premium Contax C的轮胎 一条的价格大概是430块到450块 所以你想一下 之后你要更换这个轮胎 售价要到钱 但是 为了Handring 这个是值得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次原厂针对刹车系统进行的加强 你可以看到这款车前后都有这个Disk Brake 而且它的Disk Brake 比起上一代车型更大 这个就是为了加强它的自动能力 老实话这辆车的Brake 系统呢 是真的有接近欧洲车的感觉了啦 车尾的设计同样也是非常的方正 你可以看到CP 热之后是一个非常流线的设计 所以它的运动感是比较强烈 然后这边有个黑色的小压味 我个人是喜欢这个设计风格 不过有一几点要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尾灯组同样的是全LED的设计 但是只有G版本才用的是这个序列式的尾灯组 如果你买到是E版本的话 它并不是序列式 另外下面这个空力套件同样的也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然后这款车拥有360度镜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左边还有后面都有一个镜头 这边有个电磁阀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的尾箱 其实它的尾箱蛮平整的 容积是475L 虽然比起上一代的508L小了很多 但是因为它的空间更平整的关系 所以可以放的东西更多 不过你在打开这一个备胎放置的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其实它已经没有备胎了 它给你配备的是打风机跟补胎机 为什么 我个人猜测是这个混合动力版本要来了 这样子的Design 其实就是为了留一个位置给这个混合动力的电池还有电机组 另外呢 因为没有这一个后备胎的关系 这辆车的重量非常的轻 原厂表示它只有1035公斤 打开引擎盖之后可以看到熟悉的1.5公升 很多VVTi 自然进气引擎最大马力表现比起上一代稍微低了一点点 它的马力为106PS 风制流率表现138Nm 但是变速箱换了一个新的CVT变速箱 同样的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啦 不过Toyota官方将它称为7速的变速箱 前面是普通的CVT 但是到了高速之后它会切换到齿轮 而且官方表示他们经过了特别的调教 这个车子在行驶的时候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更低的转速来营造更好的油耗 但是当你需要加速的时候引擎也会变得非常的激进 刚才试的它的加速表现确实比起9款的更好 而且根据Toyota内部的测试 它的这个0-100加速比起旧一代车型快的大概是2秒 上一代车型大概是12秒左右 所以新一代车型你们阿嘎阿嘎一下啦 如果你们不行的话等新车出好自己去试驾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它的隔音跟油耗表现都有一定程度的水准 如果是讲我以平常的这种一般的驾驶方式去驾它的话 我可以拿到15km per liter 非常出色 关于这个引擎还有一个重点改我没有讲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旁边它黏着Design by Daihatsu Japan 可是Watan Malaysia的图标 其实这款车是在日本设计不过是Daihatsu进行设计 不过也合理因为Daihatsu就是Toyota的子公司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做到来内装之后先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隔音 引擎已经启动了但是它还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不过这个内装设计你做进来之后我可以跟你担保你会很熟悉 因为你知道了啦一些原因所以你会看起来很熟悉 可是它的质感应该是目前所有车款里面最好的 它拥有着一个软直的皮革 然后这边有这个Piano Black 这个Piano Black很偏人 因为它不只是亮面它还有这个菱形的材质 所以看起来的质感很好 然后这个方向盘也有皮革的包袱 然后握起来有点稀辣 然后中间前面有一个半数位化仪表 这个半数仪表看起来跟Pro Duo车款很接近 但是内部我图标经过重新的设计 看起来的科技感会更好 然后剩下的这个冷气旋流啊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跟Veloz一样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款车的内装呢 原厂表示它是有64色的氛围灯设计 我以为是泰国的那个 结果呢它只是一个小点而已 让我有点小失望 不过前面的这个整体的驾驶桌子 会比起上一代车型更好 而且这一个全新设计的独立式触屏主机呢 它的显示效果也很出色 而且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我觉得这个触屏主机已经完全 掉打上一代的触屏主机了 这个主机我是真的很喜欢啊 可是我有问Toyota就是这个主机 有没有机会使用在像是Cora Cross 或者是其他车款上面 他们表示没有 所以大家可能要失望的 Veloz的主机还比Cora Cross的更好 不过呢 这台车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 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啊 就是它的置物空间不大足够 前面有一个比较深的地方 但是之后 这个置物空间表现就不是很好的 不过呢 它这边还会有一个Toyota家族经典的这个自卑架 这个自卑架的Design就有一点点的Blastick 但是很实用 座椅的方面包覆性很好 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嚣张 如果我今天是吃鸡的话 我坐长途驾驶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后座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悲剧啊 走我们去看一下后座 这个就是Toyota Vios的后座空间表现 因为我前面讲了它是采用这个类Cube的设计风格 所以它这个头部的压迫感会比较重一点 你看我的身高是180亿 我坐在后座 基本上就是一个头不能伸直的状况 然后呢 它好彩有一个三角径在旁边 所以因为有三角径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一个压迫感 会有一点点的降低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椅背是不能做64分离椅背倾倒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我有问原厂 为什么这个车子不支援64分离椅背倾倒 它们表示第一点是因为cost 第二点是因为他们做了research之后呢 其实Sedan的用户比较少会用这个64分离椅背倾倒功能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赞同的 因为我本身之前的车款 我也没有什么用它的64分离椅背倾倒 一直到我换了SUV之后 我才比较常用这个功能 所以我能够了解原厂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除此之外 这款车还有一些为了东南亚市场专门设计的东西 例如讲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而且它的风量非常的大 像现在这种魁天气呢 我坐在后座基本上还是感觉是凉的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USB 一个是Type-C 一个是Type-A Type-C的话充电速度会比较快 至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这辆车拥有6气囊 另外顶级的G版本 拥有完整的Toyota Safety Sense 包括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然后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 安全性基本上是同级的最强之一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Langawi的Gunong Raya 这边是这一个Langawi版本的Gutting Semper 它的路是非常的崎岖 非常的难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Toyota带我们来这边 就是为了证明它对这款车是多么的有信心 老实讲在经过了近一天的驾驶之后 这辆车底盘我觉得的确实有很多独到之处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们官方把这个底盘称为全新的Toyota集团底盘 他们不讲那个名字 不过这个底盘确实有很多的特别点 首先就是它的离地高度 我上网查了查这辆车的离地高度只有138mm 非常非常的低它的离地高度哦 所以因为比较低的重心的关系 所以在跑起来你会觉得它会有一种 比较低的感觉 整体车的重心是非常非常的低 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个车体的刚性 确实也比起上一代提高了很多 在昨天我们有跟这个原厂的这个 产品规划的人员跟这个工程师聊天 他们有讲到在这一代的这个车底架构 跟底盘上面 他们采用了很多高钢性材质来打造 所以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台车非常非常的solid 如果在过弯的时候 它并不会像上一段这样 你会感觉整个底盘软爬爬 不过你看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弯 我基本上不大需要收油我就可以进这个关 而且这个steering的转向也非常非常的精准 这个跟上一代的车型相比的完全就是天眼级别 上一代的车型就可以把单来很简单的city car去驾就好 可是这一台是真的可以带给你一定程度的驾驶的去 这个是我喜欢的地方 然后它的这个悬吊设定跟上一代相比 它也显得比较Q弹 上一代只有一个字就是软 它软到那车的body roll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可是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它不只是有软它还是有Q弹 所以它会给你一定的支撑性 你可以觉得这个悬吊呢 它是非常的有支撑性 在过弯的时候它会给你很明显的侧倾 然后你这样子转来转去 你都可以feel到这个车基本上都是车架 基本上是hold得住的 这一点呢是他们也主打的 就是这一台车比较适合年轻人 就是它的操控表现会比较好 老实讲这一台车handling我是还蛮喜欢的 不过有几个点我要必须讲就是 我很不喜欢它的steering 就是比较细一点 它的steering wall感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 比较配不上这个比较还蛮运动化的底盘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悬吊 因为它是比较Q弹的关系 所以在经过一些比较有坑洞的路面的时候 它会显得比较的弹跳 可能会影响后座的舒适度 但是这一台车的隔音真的是一级棒 我可以讲它的隔音是目前B segment sedan里面 就是日系的B segment sedan里面最好的那一款 你看现在我就是把这个引擎的转速拉到接近五千转 这个引擎的噪音是明显 但是并不会吵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种三路驾驶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一个 所以在这种三路驾驶或者在路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你不会觉得这个车辆很超 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一次Torota做到很好的地方 不过讲老实话啦 上一代的Vios隔音已经很好了 但是这一代的隔音进步更大 如果单讲隔音的话 它确实是这个Segment里面表现最好的 OK 接下来我就要讲它的引擎的部分 这个引擎还是这个我们熟悉的配合 就是这个1.5勾者的路由VTi自然进行引擎 但是它的变速箱变成了那一个变速箱 不过他们把它叫做是七速的CVT 他们不愿意叫那个名字 不过不用紧它的特性是一样的 这个变速箱的加入 让这款车的加速表现是比较快一点的 虽然讲它的马力比上一代车型 降了一个PS 然后扭力也跌了两个Nm 可是官方表示在他们进行的内部测试里面 其实这两车会比起上一代车型 快大概是两秒 不过如果你在一般的模式 驾这款车的话 爬这个山路会有一点点的幸福 你会觉得这个引擎 其实是比较的吃力 就算是平地起步的话 你会觉得车辆会有点重拖 所以我在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很习惯把这个车打到S檔 就是从这个变速箱打过去S檔 所以一来这个引擎它会比较hold得到 那一个转速 因为刚才我在驾的时候我是用普通模式 它的引擎转速大概是在2000到2500左右 当我去了S檔之后 它可以hold到比较高的转速 现在它是3000起跳 一直到4000都可以 在这个转速区域里面呢 它的这个扭力释放的就比较充足 你可以看到我的车辆加速明显快的很多 不过同样的引擎的噪音也会比较明显 可是 这个底盘设定加上这样子的Engine设定 在这种路驾驶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你可以觉得这个车辆 其实它的这个引擎跟底盘是配得到的 所以 它带给我的驾驶了去我觉得不止一点点 所以我蛮surprise的就是这一代的Vios 可以进步那么多 而且重点是在这个S模式下呢 我开这台车这个油耗也不会太差 如果讲我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行驶的话 它的油耗可以维持在13km per liter左右 像现在我在卡这个古农莱远 因为这个是一个山路 所以 对于引擎的负担会比较重一点 它的油耗也还是有10km per liter左右 所以其实换去S挡驾车并不会太自由 但是首先 首先 你要接受这个引擎的噪音 不过我不知道你们从我的这个镜头 这边听得到这个噪音没有 这个噪音的声音是大 但是并不会到12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开还蛮爽的 OK我现在就来做一个对比 如果我们以操控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跟City呢 是在这个佛中之间 它们部分胜负 会略好于Almera 而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City会占有一点 因为City的引擎能力比较够 但是实际上这个Vios也不差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 你不要单单去看引擎数据 如果你只是看引擎数据的话 你会觉得这辆车好像很没有力 可是你真的要自己去试驾 而且你要换到这个S模式试驾 你才会感受到这辆车真正的实力 看到吗 我在跑这个City 我相信有不少来过Langavi的朋友 都来过City 我开这辆车完全是有刃有鱼 这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steering 还有这个比较足够的引擎扭力 都让我爬山的这个过程 不会太辛苦 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辆车的车重 它的进车重 不包括我跟后面的那一个飞载啊 它的进车重只有1035公斤 非常非常的轻 这个已经基本上是目前B7里面最轻了 它的车重甚至跟这个Aviva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轻到一个什么程度 但是这个轻不代表原厂脱空间料 它的这个轻 在这种山路或者是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它的底盘是非常的轻硬的 甚至你可以感觉到有时候你在转弯的时候 那个车尾会有点在亏你的感觉 很好玩 这个是 我这样讲可能会给人家攻击 不用紧拨 我已经准备好被人家攻击的打算了 我觉得这个新一代Vios的底盘表现甚至好于Mazda 2 我没有开玩笑 因为其实我也开过Mazda 2上一顶 Mazda 2的这个底盘表现 并没有让我那么的这个轻而易起爬山 不过我也不许讲啦 这台车其实我们开的是high spec的版本 它匹配的是这一个17寸的轮圈 它的轮胎尺寸是2050R17 205的这个接触面积可以让它操控提升很多 而且它准备来是这个continental的这个什么model Premium Context C 这个轮胎本来表现就不错了 一条大概要400块左右 所以可以知道为什么Vios的操控会很好了吗 我相信如果你是喜欢驾驶表现的话 你这个Vios的操控表现应该会让你很impress 但是这个引擎是真的还有加强的空间 虽然讲这个S Mode会好加很多 但是引擎真的还需要加强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初步的驾驶心得 以前那个完全没有驾驶感可言的Toyota 已经是过去式了 新一代的Toyota给你的不只是很好的驾驶感 还有很好的配备 所以你可以看到Toyota进步跟诚意都是非常的多 可是因为运动化的关系它也牺牲了很多东西 像是Toyota原本的舒适性 在新一代的Toyota Vios上面就减少了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取舍啦 有得必有失 所以看你比较偏向哪一个部分 不过原厂也讲了他们的这个销售 不过原厂也讲了他们的销售目标 基本上是瞄准年轻人的市场 而且这款车自从开放预定之后 订单已经有4000多张 80%是G版本 所以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是很有钱的 对不对 如果不知道这个影片有没有能帮助到你们去选择这个Toyota Vios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比较初步的试驾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有限 以后呢我们也会把这辆车借出来做一个更详细的分享 所以大家留守下我们的频道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